這邊的話就是一個統一的點 回族人呢 是從甘肅、青海、蘭州那邊牽過來的 因為以前就修這個 我們右手邊 我的右手邊 修這個孫潘的古城牆 古城牆明代的時候 修明城牆的時候 因為孫潘屬於一個邊防重縣 邊防重鎮 這個所有的防禦 當時大部分修這個城牆的人 就是從我們甘肅、蘭州、青海那一帶 牽過來的人到這邊來修 那一帶的話主要都是回族人 清真寺非常多 甘肅、蘭州那邊大部分都是回族人 然後過來修了城牆之後就沒有回去了 然後就在這個地方生存 所以就世世代代就在這邊反映 所以這邊的回族人特別特別的多 因為你也會看到路邊很多一些清真的菜館 一些清真的麵館 看到戴白帽子的都是回族人 看到戴白帽子的都是回族人 所以這邊屬於一個綜合點 屬於一個綜合點 也是我們去九寨溝的必經之路 我們都要經過這個地方 那前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城牆上 他還有用一些銅器來做成的一些戰馬的一些 還有一些士兵的雕塑放在城牆上面 或者一些銅器做的戰馬在這個城牆上面 我們慢慢往前面走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他就是反映以前明代的時候 然後以前這些人的一些生活的狀況 有來到這邊 這些手邊防重症的一些士兵 然後戰馬這樣的一些狀況 那到了這個松州門古城的大門口的話 還有兩個人的塑像 一個人是 這兩個人叫什麼呢 一個是松嵐幹部 一個是文成公主 松嵐幹部跟文成公主的塑像 因為在一些野史上面就有說 他那些野史上面說的 就是說 當時進藏的時候 有路過這邊 然後把他們兩個人的塑像 就放在了那個地方 因為文成公主是唐朝的公主 那公主他並不是唐太宗的親生女兒 因為唐太宗捨不得把自己的親生女兒架到那麼遠 當時叫土坡 當時叫土坡